昨天台是五件新闻 2016年 木兰地台风侵袭台东 让绿岛海底的珊瑚礁生态受到零像 生长超过千年的大小香菇珊瑚礁 都被强大水流给军岛 让保育之工非常的担忧 不过幸好去年绿岛都没有受到台风侵袭 经过了两年多休养 珊瑚礁已经挺过了风灾 逐渐恢复到以往的美丽生态 五颜六色热带鱼悠有水中 游客们带起潜水面镜 静静欣赏海底美景 但在三年前这里可是被台风侵袭 造成严重生态浩劫 大香菇珊瑚礁被水流卷倒整个倾斜 2016年木兰地台风来袭 强大水流把绿岛18公尺深海底 世界上最大的唯恐珊瑚礁大香菇给卷倒 让专家好心痛 但现在传出好消息 虽然两颗都倾倒了 但是我们观察下来 软硬珊瑚礁都一直有在恢复 恢复的状况还不错 经过三年多收养 再加上绿岛去年都没有台风经过 海底珊瑚礁持续生长 渔群也逐渐回流 终于恢复原来的海底生态 自然美景保存不易 潜水教练建议 下水不要触摸珊瑚礁 也不要涂抹防晒乳 维持良好海洋环境 才能让美丽珊瑚礁继续生长 接着刘灵祥台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